十个半年,我终于又出门旅游了 这次我的目的地是贵阳 因为我在贵阳有一件钥匙要办 其实我坐动车也很方便啦 但是我还是想自驾 因为我想去川南 我知道很多到成都旅游的朋友会选择川西 因为川西的风景特别漂亮 但是川南有什么?美食 懂的都懂,不需要解释 四购,游州,宜宾,那一家,你听这几个名字 有口水的名字 对,你听这几个名字你就会开始奔秘口水了 所以我们的川南美食之旅从这一刻就开始了 好多钱?一百一斤,四年总 一百一斤,三斤 一百一斤,一百一斤 没有呢,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才到简阳吃正宗羊肉汤 好,大大吃的是我爱的 因为我们以前试的羊肉汤是骨骼那种 叫煮的 可是煮好端上来的 哇,好香哦 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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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 你跟我小时候吃的都煮的羊肉汤 在成都吃的 没有让我觉得差异很大 你觉得呢 毕竟就40公里 对 他们简阳当地正宗吃法就只占这个 但是成都是要蘸葫芦啊 什么的 还加点原汤 进去那种湿的站点 湿的要丰富一点 就干的跟辣椒跟冲鸡 跟我们想象中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这有一个特别得天独厚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料 料很新鲜 然后它的内脏每一根都处理得特别的干净 那个羊血才是一绝 好轮哦 一放到嘴里面 就是一米 它就碳 就碎开了 全是来打骂的 其实他们当地还有一个羊肉汤 叫野狗羊肉汤 据说也很好吃 为什么那个名字很像 据说就是以前是夫妻 后来分家了 我想支持一下李毅宇信 其实是因为我 又刷到别人拍野狗的视频下面 好多人推荐这家狗夫人的 所以我决定来尝试一下 内浆比我想象就这样的满满 很漂亮很 对 反正印象很好 而且那个江边真的很舒服 很介意 很适合散步 现在这个晚上说两点钟关门呢 现在两点半啊 我们都以为吃不上了 这不开车一开了 这样还开着 硬气太好了 要改变了一个房子 开好久了 开了一天半 开到晚上 你在变 开到晚上你在变 开到晚上你在变 我老闻你太辛苦了 我们两个班就变了 哦那你早上直接开了 早上五点 哇好香 这种面一开是我喜欢吃的 它这个海椒是有点浮游 有点渣的那种感觉 没想到这么好吃 又有这个辣油的香 又有这个红烧的 汤料的这个香 太好吃了 面我一喜欢就是很入味 嗯 嗯 嗯 改变好好吃 改变的好浓 嗯 比糖面浓 太好吃了 这是我拍全都的面 然后他就说 那一张那边描杀 我还觉得有点浓 好吃好吃 好吃 我现在才知道内疆叫甜橙 因为它以前糖业很发达 但我们下一站呢是盐都 资格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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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